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IFS68财经学院出品的免质操盘密读 我是I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4号星期一 那么上周的棉指数价格收出了一根的世纪之星的小阳线 那么日内价格的冲高回落也是能够看得出来 价格对于前期高点99.60这个位置还是 那么有一定的我们说空头的防守作用的 那么从日线级别来说上周五价格的一根大阴线的下跌 也是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这一波的持续的拉伸的 那么不断看涨的多多情绪那么有所缓和 那么从收线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上周是测试到了4小时级别的99.20的位置之后出现了反弹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出现反弹是一个比较大的概率 因为按照我们二元课程的话 价格当第一次去触碰一些关键的均线支撑的时候 他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所以说对于免值来说那么关键是这一波的反弹 他是不是会把那么今天的99.60的位置给突破上去 那么假如这一波反弹比如说从4小时级别起来的反弹 那么他遭遇到了小时级别的压力之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落的话 那么其实那么接下来的继续去测试这样4小时级别均线支撑的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免值数的话我们今天还是按照我们那么上周五的思路哈 那么上周我们在系统点评课中也是给同学提到过了 就还是可能会关注免值数的一些回落哈 那么从走势来看的话周五的走势也是比较的那么 我们说配合哈从今天来看的话也是关注这一波反弹到上方压力位置附近 那么是否会延续这样的一个下行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呃今天的话各呃各各个品种哈 其实都出现了一个跳空的现象 就比如说像美元指数的话也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跳空高开 嗯那么对于呃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么各品种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话 其实还是受到了一定疫情的影响 其实我们发现那么疫情在国内的话好像呃有很多的观点说拐点已经来了 对不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的确从一些呃确诊的一些数字来看的话 也的的确确那么相加于之前的话没有那么的严重了呃 但是国际市场的影响却在不断的扩大就比如说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国在日本包括今天看到了也是在英国哈 那么一些国家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在增加呃 所以说从这点来看的话那么国际市场的表现还是比较的敏感的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走势 黄金的话今天早间也是比较大幅度的跳空高开 那么直接把上周五的1111650的位置给突破了呃 那么周末的那么这样那些避险情绪也是使得了价格进行了一度的拉升哈 直接反正在盘面上面的确能够看得出来哎 这个疫情的影响好像跟以前的的确是不一样的哈 之前可能我们更多是关注在国内的影响啊 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是还没有这么大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如果是在国际市场上的这种情绪逐渐蔓延的话 其实还是那么对于经营来说有一定的利好的支撑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营吧呃 大家看黄金哈其实黄金的话在上周呃 上周五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同学去看了一张图哈 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波的黄金 它从走势来看的话 它每次都是突破之后现场盘整 然后再度往上去突破 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话 它不是在大周期是在小周期里面 因为本身上周价格的涨势是非常凶猛的 从1580位置往上去突破之后 那么开始的几波拉升 那么你会发现它每次拉升之后 哎那它都是陷入了盘整 小周期的盘整 那么小周期盘整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呃也不敢去直接的去追多单 而同时的话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小周期的呃 K线信号 那么可能会想着哎是不是可能要进行调整了 但是你会发现 它调整周期都很小 都在小周期里面 而小周期每次调整完之后哈 那么它又开始了新的上破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盘整完之后 哎往上去突破 这是在那么上周哈 上周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同样是 你看又是盘整完之后往上去突破 盘整完之后再度往上去突破 一根阳线去往上突破哈 这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是大家去关注一些小周期的话 因为在一些行情比较猛烈的时候哈 我们嗯还是按照一些常规的思路去寻找一些大周期的一些信号的话 可能就比较的迟滞了 所以说呃也是我们说给我们一个新的经验哈 就是说今后如果大家再遇到一些比较 比如说剧烈波动的一些行情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周期的情况 就比如说看到小周期里面你发现了 它是小周期的盘整 那么一旦盘整突破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按照突破的一个方式 比如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 那么突破之后的一些回踩去关注一些最多机会哈 那么也有些同学在那么上周突破了呃在周五哈 可能是突破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呃 1636附近的时候稍稍稍稍的回踩之后又介绍一些多单 那么这也是呃我们说顺应了这一波的一个规律哈 因为它的盘整都是小周期的 而且它的每根k线的拉升的话都是涨幅比较大哈 那么对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市场更加关注的是接下来我们怎么去操作哈 特别是对于这一波呃 那么很多可能没有直接去那么抓住这一波多头的业头色而言的话 其实接下来的走势可能会更加关键 那么其实从前早间的这种跳空高开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能够很直观的看得出来 还是往上去突破了 其实跟之前的这一波还是有点类似的 比如说在2月18号的时候 当时也是早间的跳空高开之后又开始进行了个盘整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缺口的话 我们暂时就是定义为它是一个突破缺口 它是对于这一波压力的一个突破 那么突破的话 那么按照我们突破的一些缺口的一些使用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可能会关注它回踩突破缺口的时候的一些那么多头的机会 那么当然了这样的一个缺口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等到它全部的回吐完 你全部全部的回补完哈 有时候它可能就稍微的回补一点点 那么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位置就可能会重新往上去走了 所以对于黄金的话 今天我们激进的话可以按照它突破的方向去关注这一波 比如说151650的位置附近 看是否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多头的起稳信号给到 那么去关注后续的一波反弹 这是黄金哈 而目前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稍微的去等一等可能会更加安全一些 那么对于这一波的拉升的话 它的终极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那么这是大家所去关注的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还是会认为 那么进一步上涨的话 其实压力是比较重的 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过了黄金 它其实从波浪来看的话 它是处在月线的三浪之中 那么周线的话 它是在五浪之中 而这个周线的12345的话 它正好是对应的是月线的这一波三浪三 那么这是三浪一 三浪二 这是一浪二了 这是三浪一 这是三浪二 这是三浪三 三浪三的这一波的话 其实按照我们二元课程的 我们说给大家讲到的一些波浪来看的话 它正好处在了一个三浪三 三浪三的话 同时又细分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五浪 比如说12345 那么五浪的话出现了 我们可以看到1611之前的一个高点周的回落 但是在上周又被直接上破了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我们通过波浪去测算的话 比如说我们通过一浪和二浪 去画一个这样的一个扩展的话 会发现 那么这一波整个的三浪 从三浪一二到这波三浪三 那么从这一波来看的话 它其实已经到了1.618的位置了 就是说从一浪二浪去测算三浪的话 其实本身的涨幅已经很高了 所以说1660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 尖早尖的话 直接对这个位置做了突破 但是我们现在的地区就不能够去判断出来 它一定是一个真突破 那么有没有可能像美元指数一样 那么比如说那么周初的拉升之后 比如说周五周四的时候 再出现一个回落 冲高回落的走势 也是种可能性比较高的 所以对于黄金的话 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倾向于不要去追多单 这是我觉得这种强势行情里面 我们唯一的一个避免避泡的一个方式 另外的话对于做空的话 现在也没有很明确的信号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冲高回落的话 它必然会通过K线去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觉得暂时的话 你想去进空 不要那么着急去等一些信号 那么更多的话 你可以顺应这一波 比如说回调到光铁到1650 1640附近 关注它的一个短多的机会 其实多和空的话 我觉得现在相对来说 都是不是那么合适的 但相对来看的话 低多可能会更加符合我们的一些心理的感受 因为毕竟这么强势的情况之下 大家再去尝试去进空 你本身的话 那么你也不愿意去尝试的 所以说更多 你就顺着这一波的上行 就更让它的回踩的多的机会 可能会更加的稳健一些 同时的话 如果这种受限是在1560的下方 而且是一根冲高回落的一根K线 受出来的话 我们可能会关注接下来的回调的风险 那么这个是黄金 我觉得从12浪去测 测算三浪的这一波目标的话 其实已经空间非常大了 那如果是从三浪本身来看的话 比如三浪一和三浪二的调整来看的话 那么这一波已经是越过了1.018了 1.018的话 它其实正好就是在1660附近 已经1660附近已经越过了 越过之后的话 进一步的往上去看目标的话 就可能在1800附近了 所以说就比较高了 我们就暂时去看一下 它在我们说整个的一二浪去看它的三浪的目标 因为从三浪的这一波细分来看的话 有可能这一波也是个小四浪的调整 所以我们就按照本身的一浪二浪去看它的三浪 压力的话 其实在1660这个位置 目前的话不就是它真的突破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是需要重点去关注的 不要去追多单 然后至于做空的话 刚刚也提到过的话 它的风险以及 那么它的一些 比如说正想去操作的话 它必然会有些信号给到我们 就是你就关注信号 那么低多可能会更加符合我们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心理的一些 我们说包括顺应这一波的一个多头的走势的这个策略 正好的话 我们刚看到的在1650这个位置的话 它同时也是小周期的一个支撑 所以说应当还是有一些支撑效果的 那白银的话 从走势来说的话 比黄金要弱一些 其实这一点我们已经强调了很久了 它是弱一点 因为它本身连五浪都没有走出来 那么从短线来看的话 价格也跟随着黄金的上行在往上去走 也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缺口 对于白银的话 我觉得暂时 如果是想去关注的话 回踩到18.40附近 可以看一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 那么多单企稳的机会 40到50 那么正好是这一波的 小周期的均线支撑 那么作为一些均线的一些 是触碰的话 应该会有一定的支撑效果 其实从操作本身的话 我们还是可能会关注跟黄金一样的 比如说它在这一波的冲高之后 是否有一些那么回落的风险 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信号 操作本身的话 如果是做的话 我们还是会强调 如果是真的去关注回调之后的 做多的话 可能会更多去把握黄金 那如果是选择关注后院调整的话 可能会重点就关注白银 另外的话欧元 欧元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的话 价格一波的拉升 给到了我们1.08下方的多单 一波不错的多头的机会 那么价格直接是到了1.0870位置附近了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它其实也是4小时的均线压力 所以说是有一定压制效果的 那么在压力附近 这一些减仓的动作 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所以这是欧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操作 关注压力位置 你一定要去检测的而且第一次触碰嘛 那么对于这一波的往下回落的话 其实我个人更多会认为它是一个 关键压力位置的第一次测试之后的一个回落 所以说整体的话后续是不是会 那么延续下跌现在还不确定哈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 那么如果是你有多单的话 通过你的保护损的方式去持有 已经做过减仓了 然后去关注一下今天 那么今天的话去重点关注一下1.0815的支撑 如果能够守住1.0815这个支撑的话 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欧元二次去测试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位置 然后去往上去看更高的反弹哈 那么英镑的话 其实跟欧元的思路是类似的 其实我们整体来说的话 英镑它会是一个偏空 偏空的话 那么也是价格这一波 在上周五的时候 那么反弹 反弹测试了四小时的均线压力之后回落 它也是什么 它也是第一次去触碰一些关键的压力 那么对于欧元跟英镑的话 都是一样 要关注一下这一波棉指数 它是否那么会对于小时级别有所上破 那么如果是上破小时级别的压力的话 那么同时对于欧元跟英镑来说 下破了它的小时级别的支撑的话 那么都可能会加剧它的重新回落的风险 但是在下破之前 我们还是可能会建议 比如你有一些多档持仓的话 你就看一下是否有一些起稳信号 然后就看你有更高的一个反弹哈 英镑的话其实我们昨天在上周 给大家反问强调过了 那么它周级级别支撑被下破之前 没有办法直接去看它的下破和加仓 所以我们也是在1.287的位置 给大家建议过来去减仓了 减仓之后的话 那么今天也同样的去关注一下 小周期的1.2930费的支撑 能够支撑有效的话 那么你可以看接下来的反弹 包括你有的空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去再度去减仓 澳元给纽圆的话 我们暂时还是建议一种高空的思路哈 因为本身的走势偏弱一些 那么澳元也是一样 这波反弹到小日纪卷压力位置 附近出现了回落 回落的话 那么又测试了个小低点 对于澳元的话也同样 其实我们更多还是会关注高空 那么澳元小时级别 四小时级别都会关注高空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澳元已经测试过小日纪卷压力之后 回落了所以后续再次做空的话 我们可能要等到四小时级别的压力位置 去做空单了 澳元也是同样的思路哈 小时级别已经测试过一次了 接下来的话 如果是做空的话 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关注 A他反弹到更大的四小时级别 位置附近的一些做空的机会了 那另外的话 美日美瑞跟美加来看一下 美加的话已经这个反弹了 而且这一波原油在回落嘛 其实原油我觉得我们把握的 还是比较的到位的原油这一波回落 使得了美加在网上去反弹 那么短线来看的话 美加可能会再次往上去支持1.30 33的位置 那么1.33的话 那么到达压力位置之后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是否有再度去做空的一个机会哈 而对原油的空单的话 减仓是必须的 已经减过持仓之后的话 然后剩余的持仓你可以带好保护损 因为1.33的话是我们一个比较压力的位置 他能不能触碰到还是要去看一下市场的配合情况的话 短线上包的压力的话 在618的那么1.38的位置附近 那么进入的压力在1.33啊 然后原油原油的话 这一波其实我们在上周也跟大家讲到过了 那么要把多单逐步的去减仓离场 那么空单的话 我们其实也是以开始慢慢的去介入了 那我自己也是有介入了原油的空单 那么这一次的话 其实原油的话我尝试的是英国油哈 其实总是差不多 但是来想来去看一下这个品种的 它的规律会不会会 它的波动性哈 这个会不会跟原油可能会更好一些哈 差不多哈 差不多 因为从波动来看的话也差不多哈 比如说这一波跌下来的话 200个点的空间 你看一下这个美油的话也差不多 对家里是200个点的空间哈 呃 整体来看的话 对于原油来说我们还是会这个建议大家接着去关注 后续的一些下行的风险哈 呃 那么对于一些多单还没有走掉的一些呃 那么投资者的话 还是关注一下小时的均线的支撑 那如果是这些小时级别收线 那么还是收在了比如说52.2年的上方的话 能够收回去的话 那么还是能够去看一波的反弹 那如果收不回去的话 那么要紧定价格再多的回落风险了 嗯 那么这个是原油哈 美加 美日跟美瑞的话 呃 更多还是美日去关注回调之后的一些做多机会 目前就关注4小时的110.60位置的这样一个支撑效果哈 另外的话是美瑞的话 呃 价格一线收线 目前测试了日线的均线支撑在反弹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 去关注一下零点九八的压力 那么守着零点九八下方的话 还是可以去看接下来的一波回落风险啊 好 那么给大家再看一下股市哈 其实股市的话 现在应当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因为呃 我们上周给大家讲到过了标普的话 它是日线级别顶部的背离 接下来还要是看回落哈 呃那目前的话如果是大家有一些空单持仓在的话 如果你失仓了空的话 你就暂时去持有关注一下三二七零的支撑哈 从空间来说的话 其实标普它的空间可能会更加足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呃 同样处在呃 呃我们看一下标 这标普哈 标普的话 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盗群斯哈 盗群斯的话目前也是日线级别的话被吓破 但吓破的话不清楚它是不是有效的突破 所以也是按照上次呃去观察一下它下方的支撑情况 目前的话呃那么到群斯的话必不适合去追空了 因为空间也没有那么多了 那么看一下纳斯达克的话呃走出来说它是四小时级别的顶部的背离 目前的话四小时就已经破位了 那么现在接下来的话可能会测试的支撑的话 比如说它是在呃看一下在下方的支撑 比如说在目前的位置的话它可能就一定支撑效果了 所以从支撑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其实标普的话 它这个也差不多哈 因为不同的呃平台所看来的周期还不一样 整体来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日线的军线支撑下破的情况 无论是标普纳斯达克恩道琼斯哈 如果是日线军线支撑被吓破的话 那么可能会关注进一步的一些下行风险了 好哈呃那么这是个评论的情况 A股也是一样 A股的话今天早间也是有所回落哈 那么经过了持续的拉升之后 现在A股也是出现了那么小幅度调整的信号 但是呃调整的这种力度并不是很足哈 我们给大家讲到过了 其实A股可能会有后续一些比较大的多头的机会 所以说这一波如果真的是出现一些回调的话 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些回调之后 比如说一些A股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多头的机会哈 好呃那么这是个评论的情况 这一周的话其实基本面相对来说 还是没有那么多哈 呃那么呃这个重点去关注一下 周五的欧元区的CPI数据的比较情况 然后重点还是去关注一下 目前的市场的情绪的变化 然后看一下市场情绪方面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会继续恶化哈 那还是会缓解 如果出现缓解的话 那么其实可能会更加的那么呃利好 后续的那么一些嗯比如说 避险期的一些消退哈 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早见的每日通话 必读的全部内容哈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 はい 73